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武士技能的攻击以及特效 我们本节课将讲解的是 弓箭手的普通攻击以及飞行特效 然后主要会用到的是Unity的一个插件 Hotwin Unity的这种移动插件 其实很多比如说比较广泛使用的iTune Hotwin还有Duetwin等等 我们这个Hotwin对Unity5的支持 尤其是UI的移动支持比较好 所以我选用了Hotwin 我们看一下本节课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创建游侠 本节课是游侠的一个动作 我们点击鼠标右键 发射 就是播放一个攻击动作 并且播放一个这个键的发射出去的一个特效 我们首先要引入我们这个Hotwin这个插件 Unity的插件它必须要放在一个叫Plugin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才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创建这样一个文件夹 Unity所有的插件都需要放到这个Plugin里面 Plugin 然后将这个Hotwin拖入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我们这个上一节课我们讲的那个特效 我们特效是有一个时间的 然后我们键的这个特效呢 其实它是一个无限生存的一个特效 我们特效分为有时间限制的比如说一秒两秒 也有这种无限生存的 那这种特效我们怎样对它进行一个时间管理跟销毁呢 我们首先看到我们这个键的这个特效 它可以拨一下看 大家看到它是不会消失的 它是一个无限循环无限时间的一个特效 那么这样的特效我们给它定这个时间的时候 肯定就不是1.5秒就让它消失了 我们直接给它一个负的100 我们规定凡是叫这个负的100 这个时间的这种特效 通通都不会被销毁 必须通过其他的方式去销毁 而不是通过我们那个Effect Manager 在那个管理这个管理器里面去update 然后查看它这个时间来进行销毁 我们建的这两个特效都需要设置成负的100 都是永久存在的 然后再进入我们这个Effect Manager Effect 现在它在减这个时间的时候 它就要考虑如果它检测到这个Effect 它的时间是负的100 那它直接就跳过 如果它等于空或者说 这个Effect List i.lifetime 是等于负的100 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些数字 直接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还是把它放在这个Game Define里面去存着 然后改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外面要改了 我们不可能到处去改这个负的100 对吧 我们就直接改一处地方就行了 所以说把它放到这个Game Define里面去 public constant int i.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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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生存的就是负了100 如果它是它这个时间是等于永久生存的这个时间 它就不要销毁它 就continue就行了 那么用什么方式来销毁呢 像我们这个键它射出去射到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射程 我们就要把它销毁对不对 我们会给一个这个攻击的一个范围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它碰到那个怪子射中了之后 它也会被销毁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来创建一个飞行特效 的脚本 继承至这个Effects FlyEffects 打开 我们加载 让它介乘至Effects 这个方法里面呢 就应该要给它传入一个目标点 这个方法里面呢 就应该要给它传入一个目标点 设置成VirtualVolet 然后它的创建跟这个是一样的 也是要把它挂在FlyEffects上面 然后有个挂点设置它的位置 设置它的位置 设置它的位置 所以说直接调用许 调用上一个方法 然后具体到我们这个FlyEffects 要做不同的事情的话 看一下什么东西没太对 传入Parent 对吧 我们是调用上一个方法 它具体要做的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Public Overwrite 有Target的这个方法 然后这时候它Target 来做什么用呢 那我们就是给它Move 要Move到Target去 比如说它就有一个 私有的一个方法叫Move Target 传入Rig3 Target Pose Move 那在这Move之中呢 我们就要运用我们这个HotRing呢 来Move它了 然后当它Move到了目的点之后 把它进行一个销毁 传进一个毁调进行销毁 要用HotRing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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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必须要写这个 usingHotRing.HotRing 和usingHotRing.HotRing.Plugin 赢了之后 我们就先来进行一个HotRing的一个Init HotRing的这个写法都是固定的 在网上也可以查到 然后再创建我们这个HotRing的一个参数 Pub等于 NewTwinPub 然后对它进行设置 你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要移动它的位置 叫Position 传入Position这个Key 移动到哪呢 TargetPause Pump移动方式呢 Is IsType 叫它的一个动作移动的一个方式 我们给它一个linear 线性的一个移动方式 直接移过去 然后Pump getUncomplete 再传入一个回调 就是它移动的那个目标点之后 它应该做一个什么事情 你再写一个onarrive 就是在到达了目的点之后 它应该是销毁的对吧 onarrive 然后最后发射出去 to pump holdtwin.to 首先传入我们这个需要移动的这个目标 就买root 然后再传入我们这个移动的时间 让它移2秒 然后再传入这个Pump 刚才设置了所有的这些参数 好 在这一系列做完了之后 好 这个holdtwin 就开始发挥作用 然后我们这个目标就会移动2秒 然后按照我们这个参数来移动 当它到达了目的点之后 它要做什么 直接把它Left Time 就把它设置成为0 我们本来它Left Time是-100 对吧 它永久不消失 我们直接设置为0之后 这时候这个Effect Manager 它在这个循环检测中 它检测到它是0 直接就把它销毁了 那么这时候它就销毁了 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来实验一下 先点开我们这个Effect Effect的脚本 在这个Effect 它在发射它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攻击动作的时候 Enter Attack 1 那么它播放它自己的这个特效 我们也让它过一会儿再播 做完动作过个零零几秒之后再播 PlayScale PlayAttack 1 Effect 我们创建这个Effect EffectManager.Instance.CreateEffect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CreateEffect 这里还没有写入 我们这个可以传入 目标点的这个方法 目标点的这个方法 我们再来重载一个方法 Create Fact StringResourceName Target3 Pose 把Parent写上 然后再给它一个目标点 TargetPose 把这段代码复制过来 这时候它在Init的时候 它应该调用的是这个 有目标点的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 Actor里面 这时候来给它传入 首先传入它的 ResourceName 我们来看一下 Game Define里面 下面我们有定义这个名字吗 还没有定义 写上去 StringWordActorSkill1等于 CostStringActorSkill2等于 先把这个复制 它们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名字 ActorSkill1 和ActorSkill2 ActorSkill1 Skill2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边 Actor的这个 去创建了 Game Define 给我们自动提示 Game Define 点 怎么没有自动提示了 Actor 没有自动提示 没关系 我们关了重新再来一下 It's grea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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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Actor 重新再 重新开一下 就会有这个自动提示了 如果没有的话 Game Define 点Actor Skill1 然后传入它的这个 目标点 Pose Vic3 0 挂载在0点 然后它的Parent 就是挂载在我们的攻击点 Mid Actor 然后这个Actor应该有个攻击范围 那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攻击的范围 Private 就行了Private Float Attack Reduce 攻击的半径 设置一个10 然后这边去创建 它的这个目标点Pose 就应该等于它当前的这个位置 My Root 就是点Position 然后去加上 这个Attack Reduce 去乘以它本身的一个方向 点Forward 点Normalized 这个My Root就是我当前一个朝向 然后把我这个朝向标准化为1 然后1了之后再去乘以我这个攻击的半径范围 所以说然后得出的就是它这个目标点 然后再传入它这个目标点 好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这边还得给它写一个invoke 在0.7秒之后去播放这个 逗号0.7 可以 Play Attack Effect 那不放看一下 有错 看一下 这里忘了打 不错 不放 点击运行 点击游侠 点击游侠 创建 创建之后点击鼠标邮键 哦 我们这个游侠没有给它设置这个nav 给它设置一个agents 再运行 点击邮键 发射 没有发射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一下 问题出在哪里 hacker 然后创建 然后播放这个飞行特效 好我们在创建这个的时候 它创建的不是一个飞行特效 这边把它改成fly effect fly effect 好 再来运行看一下 点击创建游侠 点击创建 邮件 哦飞出去了 本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